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80年代有人说那个年代其实也不是个正常的年代 但是也有很多人特别留恋那个年代 而且我记得的那就是一大历史记忆 就是中日围棋擂台战 您知道我到今天也不会下围棋 可是我们这个年龄的都多少有一些围棋知识 我觉得几乎就是因为聂奇胜连克日本高手的擂台战 因为我对那段历史还比较熟 因为那时候我在出版社 出版社喜欢下围棋的人很多 我之所以不是太喜欢下围棋 第一我觉得我们自己笨下不了这个 第二围棋太耗时 围棋的耗时如果你喜欢上以后 几乎就一天你要敢跟人下一盘棋 下完了那人说再来一盘 这一天就没了 所以当时我们偶尔下下棋 下下象棋就比较快 一会下完了输赢就哈哈就走了 当围棋玩一动手最低 一盘棋三钟头就没了 你两盘棋六个钟头 你这一天就什么事都不干 但是大家都特别关心 因为围棋是一个看着很简单的棋 围棋的规则没有什么很难的 那不就是围着它吗 不就是一白子一黑子 不就是这事吗 太奥妙无情了 它就是因为越简单的棋 它的变化就越多 而且围棋跟我们所有的棋 有一个根上的不同 它是空盘下棋 所有棋都先把棋子码上去 吃着越吃越少 越下越好 下就是最后你要剩一老将 我这一老将 我这黑一炮 你哪还一具就来为赖着 就这么个事 对吧 那么围棋不行 围棋是越下越多 越来越复杂 所以脑子为什么后盘 后盘盘 你们看这个机器 机器它越到后头 越多它越不怕 人是一开始下第一个字 谁也不比谁高 对 但是当然我们那个时候 还不是说围棋感兴趣 就跟中国女排一样 它很多时候是一种民族 那种自尊心的那种感觉 当时体育项目上赢了一个 有了个国际影响 大学生都点着被子出去 都游行了 我记得 而且我后来才知道 中国人的有些胜利 真的是让你觉得艰苦卓绝 就像当年抗日战争 就是实际上 据我所知 当时中国的围棋 整体实力应该是不如日本的 对 甚至于咱总共打了11回 11回 就前三回都赢了 后来那几回咱们输的也不少 对吧 当时这是怎么一个情况 就第一届中日围棋 类台赛开始的是1984年 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水平是明显在日本之下的 当时在中国和日本都分别做过 这个民意测验 大概中国就是 当时不管我们多么的爱国 但认为日本要赢的 还是占绝大多数 百分之八十 日本他就更多了 他就觉得他们就是 他不可能输 他是亡国 他不可能输 所以才第一届 那是日本的 就有一个公司叫NEC 是NEC这个公司赞助的 那个他赞助的个比赛 主要是这个 他并不是为了开展围棋活动 他是扩大 他在中国的影响 就商业对方 他商业行为 NEC的社长呢 也是个维系爱好者 叫官本中宏 就是他 就是一直赞助了 就大概十几年 这个 他最主要是头一届赞助 他发现这个类台赛 中国影响太大了 所以他就坚持的赞助了十几届 一直到最后到九几年的时候 他日本的经济 泡沫经济崩溃了 就他那个NEC顶不住了 他后来就才撤掉 如果说是他的经济要好的话 他还会一直坚持的 赞助这个维系赛 这当时这个赢了 是不是国家领导人都跟 都非常高兴啊 对 非常关心啊 这个像当年我和这个咱们主要的一些领导 像邓小平啊 胡耀邦啊 万里还有 都很关心 包括后来杨尚昆呢 这都很关心 还有很多领导 都很关心 以至于咱们 在当时还在中越自卫反击战 刚结束不久 但是呢 和越南在老山呢 等等还前 就是那个前线 还有局部战斗的时候 那个老山前线的战士 都给我写信 那个 关心这个比赛 然后给我出谋划策 因为那时候 因为我马上比如说 还有最后要主将决战 嗯 应该怎么下 要下什么 他们都给我出谋划策 就是一时间呢 就是全国 人民也好 还有我们的 你说的最高的国家领导人也好 还有我们很多的就方方面面 都是特别关心 哎呦 那压力太大了 嗯 压力也大 但是动力也大 那时候那时候没现在这么多荣辱 那种感觉 现在都是这个那个 就全部被限制了 当时没有 真的 当时 当时是因为 就是刚才聂老师一直在说 当时是我们处于弱势的情况下 嗯 让聂老师成为其胜 连胜多少局 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 哎 但是其力 这是客观的 还是主观的 它是状态的 还是水平的 那客观的 这个就是你 呃 它其实呢 我个人的水平 在八十年来 我参加了一台赛的时候 我和日本的最高水平 就非常接近了 腾泽秀行 呃 不管是谁 都是很接近的 我在那个时候 只要我发现好 谁都我都可以赢 但是呢 我这个爆发 一直没爆发出来 哦 正好在 中世维基 那台赛 他给我等于提供了一个舞台 让我上去表演 在这个 如果以前呢 也没机会参加这样的表演 没机会和他们下 以前和他们下呢 我是输的特别多 但是呢 就差一步 都是很微小的差距 就差一点就赢了 正好 在中日维基 那台赛上爆发了 但是除了我以外 我们其他棋手 和日本人 还有相当的距离 有差距 所以我们那个 那台赛 一直都是这样 很快的就剩我一个人 对 就孤军奋战 对 很快的 就其他人都很快的输光了 就我一个人 我能挡住他们后边 轮番的冲击 还能那个什么 主要是那时候 我的水平已经很接近他们 或者说 就是旗鼓相当 但是当时不夸张的说 这就是民族英雄的感觉 而且是太武侠了 就是最后就是 异一异夫当官 特别电影情节 过去只有电影才设置这种情节 让你嫌不得人都先下级 就剩一个 你觉得不可能在后面有一个善终的时候就出现了 但是我记得为什么后来从第四届开始 您就开始输了呢 第四届也是一个非常意外的情况 第四届我也是 我们是美方那时候七个人 我是最后主将 对 我们七个人被日本的先锋 直接就全 那六个全都被日本先锋掉 一天叽叽 全撸掉了 然后直接到我这 一下到主将了 对对对 这是从来没有我的事情 日本呢 对围棋呢 是特别的重视 但是呢 头三届都输了 这一届一看 复仇的机会来了 说是 他们先锋 就打到我们的主将这儿了 所以这场日本NHK电视台 要求全天转播 就是啊 NHK相当于我们的中央电视台 对对对 他要求全天转播 这个全天转播 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给日本鼓舞 日本国民的士气嘛 全天 从来没有的事 日本的电视台也是 他们都是在那儿可能讲究金钱的 但这次也去了那些 就直接就来 无偿的就要解说这个比赛 但是呢 他要征求我们中国的意见 他怕我们不同意啊 就征求中国的意见 中国 其实我想 当时我们那些 决策人物 维系界决策人物 不太希望转播的 全天转播 怕输 怕输啊 一输了之后 这家伙影响 日本这个 一雪前三届的 这个 对对对 资辱 这个就 党派人之威风 咱们是不愿意的 但是呢 就是我的意见 我是很很愿意转播 我说这个 他转播一天 在日本从来没有过 当然他是为日本维系宣传 不是也为中国维系的宣传 我把他赢了之后 不是 那个什么吗 年纪大局官 对 结果这盘就是 真的 转播了 他当时为了转播这个比赛 推迟了一个多月 因为那年的1988年 是奥运年 1988 日本的电视台 转播奥运的时候 大概时间都比较多 必须等到奥运结束以后 就是我们这个比赛 延期到奥运以后 才那个比赛了 全天转播 为此我还向日本NHK电视台提出 把全天比赛的袋子 你给我一份 你要转播 我就提这个要求 你给我一份 我可以回去看这个 就是我留着以后 给后代欣赏你 你的祖宗 你的 怎么赢这个当年的日本呢 这个袋子我要回来 留着这个 他转播了一天 可是 可是 是第四局输了吗 第四届 第四届输了 但这盘我是大胜 这个比赛 我是发挥的特别好 而且把他杀了 一点机会没有 这就好像对他是一个 这个一天机当时非常狂 这个人 出乎言也很不逊 对他这是一个 当头棒喝 等于迎面 山菜 有耳光 你得 把他那个 以至于赢了他之后呢 当时 有很多中国的记者 包括台湾的记者 还有使馆的人 晚上我们出去吃饭 在东京的街头上 唱那个 几度风雨 几度春秋 几度风雨 为什么呢 就是里头有一句就是 危难之处显身手 他们都觉得 我是在危难之处显身手 大概很多很多人 一块在东京的 我们是在那个 喝了一盏庆功酒嘛 然后唱这个 就这个 这个叫 少年壮志不言愁 对对对 后来 当时 陪同我呢 是咱们后来在中国企业 当院长 叫刘思明 他当时是 是那个 跟着我去的记者 提氧气瓶的记者 他帮带我提的氧气瓶 我在比赛时候 他就提了氧气瓶在门口等着我 我 我那个 西洋 出去西洋 那个 他再把氧气瓶 就那个 情况呢 就是 好像现在过去了三十多年了 但还是 就像昨天发生的事 是您这辈子的巅峰记忆 巅峰体验 所以那个年代 马爷 我给您看段片子 您一看 您有很多回忆 能找回来 哦 或许时间带走一切 拥有过的季节 但我们会永远记得 那段存在阳光下的日子 北洋的清晨 有泪水 也有消耸 你我都相信 我们曾经过年轻 北洋的青春 点缀量力的缤纷 那成长的足迹 走过自己 你想让咱们看见 好多当年的女运动员 都是当年的举国之后 听说聂老师跟女运动员 有女人缘是吗 对对对 他们都说我女人缘特别好 为什么呢 不知道吧 可能我比较憨厚的 为什么女运动员 跟您关系都挺好 我也真的不知道 您老往他们那跑 没有 他们在哪我都不知道 我不可能 他们碰见我 愿意跟我交流 而且也因为 可能你说话比较直 不是 是这样 人的崇拜 一种是体能崇拜 体能崇拜 有时候能看得见 很清晰 你比如说朱建华跳高 是吧 两米多 两米三九 当时都记得 你肯定是能看见 你说我这不行 我能跳一米七 它也是一高度 但智力这事是看不见 尤其这围棋 围棋你要是来耳一摸黑的人 不会吓得一看 看不明白 所以他就对这种智力的崇拜 一般人对智力的崇拜 是无限量的 明白吧 他没边缘 对体能的崇拜 他是能看得见的 有人还上来说 跑步就比那世界短跑公斤 就慢两秒 他可不是真就慢两秒 他跑11秒 那他慢不到两秒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是感觉 他还跟一个国族的情节紧密联系 那个时候的中国运动员 你感觉好像全国人民 这种国家的自尊心都寄托在里边 所以我觉得您的思想观念里 打有很深的印记 包括可能也是您平常陪中央领导人打开 还有一个是棋类跟所有的体育竞赛都不一样 他是孤军奋战 没有人能踏到您耳朵边跟人出主意吧 不是咱下棋别说 别那么了 都不许他 他是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跟女排不一样 女排你不跟怎么上去一窝子人 对不对 一会还能换人 你这也不能下个一半棋 说我今儿不成了 换人吗 都不成 所以他对这种高智能的这种比赛有崇敬心 像我们这种人小时候都是对这种人崇敬 大侠嘛 对吧 但是您说孤军奋战 这我不禁就想起聂老师 我就说您那说话也是直 但是现在很多人觉得您是带有那个时代的很多思想观念的人 比如说您记不记得前些年您对李娜的一些评论 就有起过一些争议 是吗 我对李娜有什么评论 我都不记得我对她有什么评论 完全不承认了 不是不承认 我也记不太清 好像大概当时这个话题就是说 是不是您在那个时候说 像李娜这样的运动员 感觉就是好像个人奋斗 这方面的色彩太重了一些 不不不 我是这样的 我是李娜 他是优秀运动员 这点我是承认的 但是呢 我对他不太 就是 因为他我不赞同的做法 就是他不承认他的师父 他的老师 他不认他的老师 他老师比如说 马老师是我的老师的话 我见面不理他 是吗 这不好 对 我还以为您是说什么不感谢国家之类的话 就是也一样 也不敢 国家比老师那就更高了 那就是老师 这是师道尊严嘛 这个中国的古老的中国文化 对你老师就是你的 如同你的家长父亲一样 咱不是一著名的话 一日 没师 终生为父嘛 你对自己的师父 而且是国家培养了你 你无论个人奋斗成什么样子 离不开国家 离不开国家 你比如说我自己觉得特别牛 我是个牛货 天下最牛货 但我也不能离开 我是国家的培养出来 如果没有国家 没有陈老总对我的培养 我岂有今天 你说的是陈毅 陈毅 对 这个我是不认可的 但是您比如说今天的这个运动员 他很多他讲究这个 他到外国打球去了 人家都有自己的教练了 自己的团队了 那不是我自己个人奋斗的成绩吗 那可以 你从一开始都是 比如说你就生在国外 你从五岁开始 从事某一项体育运动 最后你成为有成就者 这可以 你现在中国的所有的运动员 没有一个不例外的 从小都是受国家的好的 这是肯定的 我觉得就是 无论是运动员好 还是我们普通的哪一个中国人也好 你离不开你的国家 你的国家就是 就有的人 我就不点谁的名吧 就有的人就是有骂自个儿国家的 怎么怎么样的 国家比你的母亲要高大 更高啊 形象更高 哪有自个儿的孩子 说自个儿母亲长得难看 自个儿母亲 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就大力提倡 就是虽然现在 是不是过时 我不去管还是应该大力提倡就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爱国爱自个儿的国家 但是这个呢 可能有的运动员他会感觉到国家队啊 国家的这个体育机制啊 对我有很多不公平的地方 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你为了国家集体 老让我个人做出一些不公平的牺牲 那这个不是 那是应该协商解决 应该 就是 解决 这是 我认为这个相当于什么在前进中的一些问题可以解决 可以好解决 但是不能因为有这些问题 你就不认这个国家 那是我认为是不妥的 所以你看这个国家的这个观念在聂老师心目中 所以关于您呢 这个这个还有很多需要澄清的 比如说您跟郎平关系特别好 非常好 然后后来有传出一个事呢 后来我才知道他原话不是那么说的 他说我炮 人家说我炮轰他 对对对 人家就是那个记者太恶劣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记者 他问过你对郎平当美国教练 就是08年奥运会 他们郎平那天到机场 他们去接郎平我也到机场 他们在碰见我 就是他们接美国队教练郎平 他们接美国队 问过你对郎平当美国教练 有什么感想 我知道这都是不怀好意的记者 那不能像你那 你那样的记者 他这个人一看就是很恶劣的 所以我已经很警惕了 这个 我说的很那个小心 我说我更喜欢郎平当中国的教练 这没问题 没毛病 我传说你说我炮轰他 我跟郎平那个是很好的朋友 当年就是我就是在胡耀邦和万里 没有得到这个他们的同意 我就带着郎平去那个在中南海里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得那个一个什么发奖在西安 我跟他然后一块坐那个飞机到北京 那时候郎平很惨没车 您有 我是因为到去见药邦总书记 中央警卫局去车接我 但是呢 结果我就我好心的就把郎平烧上了 嗯 就是带他走 结果啪 到了中南海 郎平这个运动员在目 他也能知道那是中南海 对啊 他说你 见谁啊 他就问我 我说我见谁谁谁 他说你能不能让我也见一下 那我能在这种情况下 我能带他进去见 中央领导 我是负着 负着这个有风险 政治风险的代价 是不是 我带着一个东西 会突然一下有 万一有意外发生 那我不是有很大的风险吗 我这种情况下都带他去 我是跟郎平的关系应该说很铁 过得很硬啊 以至于 他今年得了一个奥运会冠军 我还直接就 那个让我的女儿跟他联系 打电话 告诉他 表示自己他的祝贺 您就在这个体育界啊 它是有格外的 它也是有神秘光环的 就陪这么多领导人 打过牌 下过棋 我甚至还听说呢 咱们现在这个习大的 当年还想跟您学围棋 那都记者是 下边 写的不太 不靠谱的事了 这个就 呃 习大的 学围棋 下围棋 那是 他的业余方面 他是肯定会下的 因为什么呢 他那个 后来 跟那个谁 那个 耿彪 是吗 不是 耿彪当秘书 陪耿彪下棋 就是他能跟那个 朴槿惠说 他是李昌浩的粉丝 所以朴槿惠请 习大的吃饭的时候 是把 那个 李昌浩请到这个 做陪 做陪的 然后介绍 那个习大的当面和 李昌浩说 我是你的粉丝 哦 但是主要就是说啊 就当时的您这个 陪领导人下棋啊 打牌啊 这些个就是让人觉得好像很神秘 没什么神秘 这个都是正常 谁都是个正常的人呢 你比如说 你像邓小平 邓小平也就是 活生生的就是一个人呢 就你看着他好像很严肃 很威严 其实就是一很慈祥的老人呢 那个 各方面 在我看来就也是一个人的完人呢 就是 很了不起 这个 打牌 但牌记 比你怎么样 我和他就不做什么正式比较吧 但是他的牌 明显的比中央其他的一些领导啊 什么比如胡耀邦万里啊 都明显的要高 那那个 高出很多 那当年那个陈毅老帅下围棋的棋力 那显然 不能跟邓小平的桥牌比 邓小平的桥牌 那远远比陈老总的围棋要高 接近专业水准 接近专业水准 哎呦 所以这玩意 爱玩嘛 就是因为 他这不是叫玩 这个你错 邓小平说 他是一个很郑重的 就在一个非常郑重的场合 和非常郑重的讲 我打桥牌 是觉得我脑子还可以 还能工作 我能游泳 是我身体还好 他是从 站在很高的那个角 并不是像咱们觉得 打桥牌是娱乐 是玩 从来都没有这个玩的这个字 在里面 人家是 像邓老爷子这样 你说到很大岁数 还能工作 他平时还判断自个儿 喊倒立都还可以 他就觉得他能打桥牌 他脑子还可以 还能参与一些正事 就是 他其实 打桥牌到 他是84年 80岁 80岁以后 他应该不停地在考虑 要退休 但是他 因为打桥牌 有语都还可以 这个圣人还可以 在工作 听说那个时候 叶齐盛 他一听说齐盛 说一说邓大人 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当圣人不好当 对对对 还是说普通老百姓 比较好 说圣人不好当 当然还是老百姓 您这句话 对您太有主动了 对对 那都是还是当了 没有这种感悟 您现在觉得围棋 对您的身体是好啊 还是好神呢 现在我觉得围棋 完全是一个 对我来是 就是很快乐的东西 非常快乐的东西 围城